第四十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 将于本周日重返尖沙咀文化中心举行 大会这日进行拜神仪式 金像奖主席以东升 副主席庄程同文俊 董事局成员代表余安安 钱家乐等都有出席 大会同时宣布颁发终身成就奖与胡锋 以及颁发专业精神奖与两位资深影评人 罗卡和石旗 表彰他们为香港电影界贡献超过半世纪 竟业奥业的精神为后背典范 以东升表示今年红地尖环节 将会改到文化中心 海滨长浪大楼梯外 所以近日亦特别留意天气预报 就算下雨都会有应对方案 他亦承认杨子瓶将会担任班奖嘉宾 他不是他拿了奖后才答应 在他拿Oscar之前两个月 已经开始联系他 他其实都很想回香港 因为他正在拍戏 一直很努力地度棋 终于那位导演也很合作 帮他赶牌结束 他回来他也想见一下老朋友 所以我想你们都知道 有一晚他会叫朋友吃饭 不是他拿了奖先 我们不是那么现实的 对于备受争议的纪录片 《级十九岁的我》 继续轮最佳导演 最佳电影等奖项 以东升都有作出回应 有些人在网上或者说 什么退出都不行吗 因为机制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有金素把奖 有酸苹果奖 蓝苹果奖 你所有的人既然供应了 你有没有权退出 没有权退出 你给公众评论 还有这件事其实是他本身 片方他们的纷争来的 我们也没有一个仲裁的能力 既然已经有这么多人去投了票了 我们就只有给他进行 交回给我们的选民去投了 当然我们文字上有说 所有一切最终决定是由交流董事宝 我们今次决定是不行使这个权力的 我将他交回给所有的选民去决定 因为是最恰恰的 会不会在今次之后 考虑申策一个退选机制 没有退选机制 Oscar没有退选机制 你可以不拿奖 因为一部电影 不只是一个导演 它牵涉很多幕后工作人员 我们最早为什么不是报名制呢 就是很多年前 也有投资方 可能跟导演不对 所以我不报名 那便释夺了他们被行家表扬的机会 所以他没有报名制 只要合乎规格 他便自动入围 这件事我想是不会改变的 大会今年更首度 在官方社交平台 直播巴掌例当日盛放 担任主持的邓月平和钟雪盈 都已经准备好战衣了 我有感性战衣 你有没有性感战衣 我有试过一些衣服 我自己会选一套漂亮 和一套都性感 因为其实今年都真的大搞 我除了希望我们可以开Live 吸引多些人看我们的Live 拨眼球之外 也希望各位导演留意一下阿萍 阿萍有性感战衣 我希望陈凯玲也有性感战衣 我感性战衣行了 smoked zek simplemente 我先整天感战衣 OK 1 2 2 encanta